有点有母亲慌,我慌哥 话说家里有两口油井,究竟有多好横 这个男人每天啥事不干,对着院子里的抽油机数钱 转一圈一块,一天转三百圈,月底到账五万美元 更凶惨的是退休老警长上门找他麻烦 他拿出喷子要和老警长硬钢 老警长吓得瑟瑟发抖,那压根不敢吭声 自从他有了钱,前妻带着儿子也回到了家里 对他那相当客气 但在半年前,他还是个穷到吃不上饭的人 他叫二嘎子,所有财产只有一个祖传破农场 妻子嫌他穷,带着儿子和他离婚 他没钱支付抚养费,法院判他用农场做抵押 如果还拖欠抚养费,就拍卖农场 他瞬间着了急,因为周围的农场里发现了石油 农场主都发了财,他的农场里肯定也有石油 他必须赶快搞钱输回农场 而最快的来钱方式就是抢银行 他找到一父一母的双胞胎亲哥哥,社会王帮忙 社皇可不得了,那可是顶级银行劫匪 抢了几十家银行,战斗力超强 他向社皇说明情况 社皇一看他有难,这个忙必须得帮 带着他早晨6点起床,开着18手破车冲进银行 结果银行还没上班,只有一个老大骂 两人只能在银行等到上班时间 一耳八字,扇在银行经理脸上 问银行经理为啥不提前上班 命令经理打开保险柜 只要10块20的钞票 经过一顿操作,给他们装了10金钞票 总共6250块 两人开着破车回到农场 挖了个大坑,埋了破车 按照这种操作,两人指定赔钱 有现金之后,他决定请社皇吃饭 又开出一辆车,来到饭店 点了一份大号牛排,吃的那是满嘴流油 社皇抬头一看 饭店对面有一家银行 当即出门,戴上面罩,走进银行 一口气,抢了20斤10块钞票 正当社皇忙活的时候 二嘎子却在饭店里和服务员一阵眉来眼去 由于聊得开心 结账时 二嘎子一口气,给了200美元小费 把服务员乐开了花 感情,社皇拼命替他抢钱 他却忙着泡妹子 他走出饭店 社皇抱着一堆钱,一路撒币让他开车 他一边开车一边埋怨 说咱就吃个饭,你都能抽空抢银行 你这属实有点淘气 社皇一上了脾气,让他别嘚瑟 要不是他的破事,谁会去抢银行 他一听当即认怂,毕竟自己欠哥哥人情 两人回到家里,又挖了个大坑,买了汽车 看操作又亏钱了 不过这还不够,两人来到车库 里面竟然还有一辆车 不得不说二嘎子的家产 估计都是买车败坏完的 两人开着车,带着一堆武器装备和30斤零钱 来到赌场里洗钱 兑换一堆筹码后 社皇拿着筹码到每个赌桌上都玩一把 浪费了三个小时 二嘎子闲着没事,又开始和妹子得瑟 妹子看他骨骼惊奇 以后必成大气 当即要和他谈恋爱 这时社皇赶来一把拉走妹子 眼神中出现一股杀气 警告妹子不要骗二嘎子的钱 不然的话就送妹子上戏天 妹子刚才傻眼,只能走人 随即社皇将筹码兑换成大额钞票 来到了银行 二嘎子用这些钱付清抚养费 拿回了农场的控制权 不过他有了新的想法 他需要更多钱给两个儿子成立家族农场信托 这样的话农场一旦发现石油 前妻就无法获得农场的控制权 两个儿子能一直持有农场 凭借石油发家致富 走上人生巅峰 他决定再抢一次银行 社皇一听决定继续帮他 两人来到二手车市场 买了一辆38手皮卡 来到加油站给车加油 这时一个小伙 看着一辆原亮色豪车出现 看社皇不顺眼 当即要和社皇硬刚 社皇压根不搭理小伙 这可惹怒了小伙 白人小伙掏出手枪 打开车门冲下车 要攻击社会王 弟弟二嘎子一个闪现上来 摁着小伙的头 瞬间撞在车门上 右勾拳在小伙脸上疯狂输出 小伙被揍得一脸蒙圈 撂倒在地 随即他冲到副驾驶 要交小伙的朋友做人 朋友吓得瑟瑟发抖 不停求饶 社皇看着他强大战斗力 很是开心 让他赶快上车 不要和小混混浪费时间 毕竟抢银行才是正事 两人将车停到马路边 开着38手破卡车 来到银行门口 却发现银行放了架 压根没开门 两人一看着情况 决定去抢劫最大的银行 在银行门口戴上头套 拿上手枪冲进银行 不料银行里全是人 社皇冲上去 威胁所有人趴在地上 走进柜台 往包里疯狂塞前 二嘎子盯着满地趴着的妹子 那眼花缭乱 一个妹子趁他不注意 用手机报了警 一个壮汉则从身后 掏出一把手枪 抬手开枪 和他开始大战 他瞬间被鼓励压制 根本无法攻击 社会王一个闪间绕后 现结果身后的保安 又疯狂输出 杀掉壮汉 不过两人跑出银行时 傻了眼 外面停满了旗卡 满大街的牛仔 拿着枪对他们疯狂输出 社会王一头钻进车里 迅速启动旗卡 开着车疯狂逃跑 牛仔们不依不饶 跟在后面 非要和他们大战 离开小镇五公里以后 社皇突然发现 弟弟二嘎子中了枪 子弹穿过右边腰子 伤势不是太严重 但弟弟受了伤 社皇肯定不干 一脚踩下刹车 慢慢走到车后 掏出一把突击步枪 站在马路中央 对着牛仔们的车 打完一梭子子弹 换掉弹夹 再次凤凰突突 牛仔们彻底炸了锅 手里的喷子 攻击距离不够 只能被动挨打 社皇一口气 打完三个弹夹 手里只剩下一把冲枪 站在马路中央 和牛仔们硬杠 牛仔们心里很慌 着急忙慌地开着车 带着一车弹孔 沙子逃了跑 两人来到另一辆车旁 开始分头行动 社皇开着皮卡 引开所有警察 二嘎子则开着另一辆车 带着钱去别的地方 二嘎子看着社会王 心中五味杂陈 这一次社皇很难生还 而社皇却根本不怕 说自己能对抗一支军队 话音刚落 社皇开着皮卡 唱着歌 一脚地板油 开进了小路 警车立刻追上去 社皇迅速加速 跑向一个小山坡 把车停在山坡上 在车里撒上汽油 用破袜子塞住汽油桶 点燃袜子 松开手刹 拿着一把狙击枪 跳下的车 汽车着火 撞向警车 一声聚响后 把警团们 吓出一身冷汗 这时一个老警长 带着助手赶到现场 开始指挥包围社会王 这个老警长可不得了 主要任务就是 逮捕银行劫费 在社皇第一次抢银行后 老警长带着助手 那一路调查 在餐馆服务员那里 找到了线索 让服务员交出200块小费 到银行宴前 服务员压根儿补干 嘲笑他 说你们德克萨斯的警察 一个个长的人魔狗样 最爱贪赃王法 连我的小费都要抢走 说完这些话 服务员压根儿不打理他 直接走了人 他一看服务员敢说大实话 那是气得不行 非要杀了劫匪 替自己出口恶气 他包围社皇后 心里很得意 命令助手 装上四倍镜 监视社皇的行动 但社皇毕竟是顶级劫匪 一把狙击步枪 玩得那是花样百出 几十个特警包围社会王 社皇根本不慌 迅速抬枪闪剧 一枪崩了老警长的助手 随即又连开十枪 压制所有警察 老警长一看助手没了气 心里有些上了脾气 找到熟悉路的牛仔 坐上牛仔的车 一脚地板油 绕到社皇后方 爬上一个山头 恰好能看到 疯狂输出的社会王 不过社皇压根儿 没察觉到身后有人 仍旧拿着狙击枪 疯狂输出 社皇感觉事情不对 知道有人瞄准了自己 压根儿不反抗 直接坐在石头上 等着自己的命运 老警长瞄准他 当即开枪 一代顶级银行劫匪 社会王就此允命 与此同时 二嘎子开着车 遇到了检查站 他立刻用破布 勒紧伤口 防止伤口出血路线 拿出驾照 交给盘查的人 对方看他一脸猥琐 对他审查了五分钟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当即放查通过 不得不说 这盘查的人 工作能力属实不咋地 一条路上总共一辆车 竟然不打开后备箱查看 二嘎子带着钱 再次来到赌场 利用社皇的方法 把钱洗干净 来到之前被他抢劫的银行里 委托银行经理 办了一个家族农场信托 半年后 石油公司在他的农场里 发现了石油 当即打了两口游警 每个月石油公司 网信托里 打五万美元的报酬 虽然他的日子好过了 但老警长并没有放过他 来到警局调出他的档案 不料他的档案很干净 压根没有犯罪记录 就连警告处罚都没有 老警长感觉事情不对 毕竟当时抢银行的 有两个人 是皇被杀 而另一个人肯定是二嘎子 于是老警长在肚皮上 藏了一把枪 开车来到农场 还没进门 二嘎子拿着喷子出了线 一身杀气腾腾 警告老警长 进入私人财产 会被击毙 老警长毕竟见过大市面 告诉他不要紧张 只是来农场玩玩 没啥别的意思 他为了消除嫌疑 让老警长进了农场 还请老警长喝起了啤酒 老警长提起他哥哥 是谎的事情 他说哥哥出狱后 从来没和他联系过 估计去了别的地方生活 老警长一听 转头看向游警 说他每天不少转 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家人 如果老警长 敢用家人威胁自己 自己会一枪崩了老警长 话音刚落 两人之间瞬间充满杀气 眼看就要动手 这时前妻带着孩子来到农场 老警长当即停手 仨子走出农场 还告诉二嘎子自己老了 很多事情也管不了了 所有仇怨到此为止 老警长走后 前妻开始了嘚瑟 让二嘎子装修好房子之后 搬出农场 毕竟家族信托是给两个儿子的 二嘎子知道前妻是啥人 根本不反驳 心里有些得意 幸亏早就做好了防备 不然的话 前妻肯定卖掉农场 就这样二嘎子用哥哥 设皇的命 换回了农场和游警 最后坠落得无家可归 从此二嘎子过上了流浪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聚中 只有真正的亲情 才能赴汤蹈火 这正是这部电影真正的精髓 电影中 哥哥为了让弟弟保住财产 在刚出监狱的情况下 带着弟弟再次犯罪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 为弟弟做掩护 而弟弟作为一个懦弱的人 面对儿子的未来时 则决定铁而走险 利用抢劫的方式 赎回农场 只为给儿子留下财产 哥哥为弟弟赴汤蹈火 弟弟为儿子赴汤蹈火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犯罪的基础上 来得并不光明正大 所以在最后 当前妻带着儿子进入农场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男主赶出农场 只能说这一家人 属实没有一个好人 表面上看着挺可怜 实际上甚至有些可恨 毕竟把抢劫 看得理所应当的人 不配拥有正常的生活 好了 今天电影到又结束了 记得评论 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